我相信都不是很多人看過歷史的研究 有本書太大了 起碼是四冊 你那裡有 我有 有踩進來順手一正就沒有了 有妙用的 簡言之 簡言之最簡單最簡單地說 《挑戰要回應》 是的 《湯恩比亞學祭天日》 這本書就是成為20世紀的思想巨著之日 而最基本的原理是怎樣呢 我告訴大家就是 因為這個冰河時期完結之後 那個氣候的改變 有些地方就是 由草木繁生的地方變成沙漠 那些人就要向北移或者南移走 有些人就留在那裡 留在那些因為在沙漠的環境裡面 就變成很miserable 有些人走有些人就成為了遊牧民族 有些人就開始因為適應環境的改變 就造成了農家民族 而農家民族住在那條河的旁邊 首先就有埃及尼羅河和雙子河流域 這些河是經常氾濫的 那它為了對付氾濫 它們要組織起來 在這個自然界的挑戰之下 它就作出回應 於是產生了文明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的文明都是來自河的兩邊 而那條河是經常發濫的 我們又不能去很冷的地方 因為很冷的地方的挑戰嚴峻那麼厲害 那些人就是阿拉斯加的人 為了生活 已經沒有機會搞文明出來 又不能去熱帶那麼舒服的地方 那麼舒服的地方 那些人都不會搞文明出來 我們看到大部分都是溫大地方 在大河流域 是不是似乎很合理呢 誰知道一本書人家那些完全徹底推翻了40年的信念 為甚麼人家的解釋是完全更加合理 為甚麼在雙子河流域那裡會有一個文明發生 就是因為歐亞大陸的緯度是最大的 你量一量 如果北美洲、南美洲 歐亞大陸、澳洲那些大陸裡面同一個Lattitude 最長的地方就是歐亞大陸 因為它大陸的緯度那麼長 它有很多的物種 你明白嗎 那些物種裡面只有極少數的物種 人類有史以來只有十四種物種 十四種大型動物是可以純化的 只有七、八種谷類是可以純化的 因為你沒有這些怎麼會有文化呢 你沒有速力幫你去耕持 你根本北美就完全沒有 絕種 南美大型的可以純化的動物 除了南美之外 陀馬之外 就已經到堅尼癖了 你說多大 人家大陸都沒有河 要運水上去 所以說他們的文化落後很多 澳洲就什麼大型動物都沒有了 你明白嗎 所以始終是落後 他舉了一個例子生肌內下 因為有豬 有豬加不到田 豬加不到田 你沒有大型的畜類 就不可以運輸 不可以運輸就不可以打破地理的限制 就不可以幫你耕田 你明白嗎 而從來可以純化的動物都不離是馬羊 中國人就有豬 牛 你知道嗎 是這幾種野獄 還有駱駝 都還是很野性的 大象到現在都經常踩死人 可以告訴你嗎 大象就不能夠生小孩 大象就不能夠在野外捕回來純化 你根本是經常踩死那些大象牢的 大象是 你不能夠養一隻熊 熊大隻一口就咬了你的頭 有些動物是冥冥無法純化 斑馬也無法純化 歐洲人試了200年都不能夠純化 斑馬 斑馬是空性大化 忽然一會咬人 他一定要有一種social animal才行 否則他旁邊有一隻 大家要打到死 那你怎樣養 不容易的 他要整群的才行 是很多條件限制的 而自然界的植物 也是充滿了有毒的東西 因為他要保護自己 只有很少類 是可以種來吃的 只是美洲文化的那麼遲 一個解釋 你已經站在那裡 因為他們和玉米奮鬥了一千年 千列將玉熟鼠 變成我們現在看到這種樣子 以前那些粒很小 你知道嗎 純化玉熟鼠 是搞了一千年了 為了純化玉熟鼠 印第安人 是的 這個兩河文明 就是最多麥的原子產地 他的高度是相差很遠的 由低瓦的地方到高高的地方 各種植物都有 而且每年都有一個乾旱 很多是一年生的植物 你不是一年生的植物 那個compound nutrients太貴了 你種的東西 其實米和麥基本上都是一種草 你要明白 基本上是一種草 那些草是有一年的 然後大量的養分在那種子上 那樣東西才值得你種的 中國人只是白果是搞了二千年才純化 白果原本銀杏是有毒的東西 這個是逆向 靠逆向遺傳 我們選一些沒有毒的 一直代代選一些沒有毒的 一直這樣才能令到白果認識 所以 文化發源地一定在這個兩河流 中國有羊有牛有豬 中人首先發生了豬 在仙人洞最早就發現了稻米 就是你救運有電腦 有沒有這些東西 還有那個文化 什麼挑戰與回應的那些完全沒有關係 你有這些東西 我們可否將這兩個理論融合 剛才我們說 譬如推順服這些動物 實際上那個挑戰與回應 你可以這樣 但不是那些人不挑戰與回應 整個澳洲都沒有 你去找這些東西回來 就是沒有這些東西 只能回應 只能挑戰就沒有回應 整個澳洲都沒有 是只能代鼠的 你這樣怎會 說實話對你以前的偶像重頭 其實你現在發現的就是說 人類是不停想想想辦法出來搞 但你要還的 他能夠搞到 不是因為那些人特別聰明 特別去作出發言 因為他的環境本身是有這件事 你這樣也要 剛才你也是這樣說 他沒有說那些人特別聰明 喂 湯安比那個理論 我覺得沒什麼錯 如果你回應不到 你的文化也會瓦解 你有得回應 你都回應不到 有些人就 是不是 湯安比 他不可以進到新石器時代 自然是被剋制住 因為其實靠人的多數 才能有文化 其實農業文化是很辛苦的 那些人要做十個小時的東西 比起這個Hunter Gatherer 是辛苦 但是他可以支援很多人 因為支援很多人 人的Density 到了某程度 就可以做專業分工 你明白嗎 因此就產生文化 這個有很多史論 我覺得 你說湯安比武靖奇 真是嚴重一點 不過你 他騙了40年 你真是很生氣 他講話 我都有對 你想回應也回應不到 你實際上是要回應的 中環也是回應的 我只給我一個例子 很簡單 你中國人一路千刀你都知道 初遊不是在黃河 不是在西邊的 雖然那裏都有河流很乾坤 可能發現原來乾坤 有少一些細款 就不死得 如果你說 這些東西很難說 你整個中國大陸 試過一個挑戰要回應的過程 我用這個 你不要這樣 他不要騙你 你相信別人 我不要騙你 他那個解釋 就是本身 你說用一個這樣的解釋 有新的東西 等於說 你看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 他解釋羅馬帝國的衰亡 就因為那些人 就不再上武了 貪丟車 又是 但我最近又看一部傳染病史 其實就是因為 就是 東西兩邊 歐亞民族的病菌 在中間那裏 大家混合了 混合了之後 就傳回到東西兩邊 所以東西兩邊的油口 不停死 你知道嗎 因為他少傾 歐西人 兩個帝國 這個中國帝國 兩邊的 因為都徹底一點 沒有那麼多病 我已經不接觸就沒有事 一擴大帝國就糟糕 在中間就沒有事 但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看 歷史本身的偶然性 是決定了這個命運 講一個最極端的例子 例如恐龍 如果不是當時 你有塊石撞到地球上 搞到整個天都掉下 記得有些恐龍 已經進步到相當聰明了 恐龍的歷史 是不是比我們現在的人民的歷史 當然是 2億3千萬年到6千5百萬 1億7千多萬 我們都沒有 人類如果你說 有地球到現在24個小時 人類出現在最後的幾分鐘 即是在年尾 所以在年尾 人們的科學解釋 那些是很威士忌的東西 就是這樣 很威士忌的 你以為一貫的相信 等於中國的歷史 你可以說那個是歷史 我們有最詳細的歷史紀錄 但其實全部是帝王張商 沒錯 24史只不過 一個24個家庭的族譜 是啊 你是用這個角度去看 其實他們對歷史有多大影響 不是真的那麼大影響 你可以這樣說 那些人民照樣地生活大部分